美国国务院近期批准的对台军售案中 射程可达300公里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无疑最受关注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的全称为 M142高机动性炮兵火箭系统 海马斯为其英文缩写的音译 该系统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 采用6x6的M1142型多用途底盘 通过中型战术卡车运载 最快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85公里 发射器可由运输机空运部署 据悉M142海马斯系统可一次装载6枚227毫米火箭弹 或一枚ATA-CMS陆军战术导弹 在搭载陆军战术导弹时 海马斯能打击30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据相关资料显示 美国陆军战术导弹采用卫星与惯性复合制导模式 原盖率误差小于50米 主要用于压制对手导弹、雷达阵地和部队集结区 据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发布的消息 这次美国对台出售的64枚陆军战术导弹 为单体弹导弹M57型 由岛内台独分子叫嚣称 战时海马斯系统可发挥台军防御优势 隐蔽于桥梁、寒洞、山地等地区 以进行战力保存、进行持久战 还称 仅由车长、驾驶员和炮手三人操作的海马斯系统 甚至能在对手发现自己前 实现打了就跑战术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防务部门主管颜德发 10月22号在台立法机构应询时表示 海马斯系统最大射击距离可达300公里 有可能打击到大陆沿岸的集结兵力